各位小君台湾Plus频道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个最近热门的话题 就是川普关于台湾的谈话 这是第二部分 就是来讲有关晶片产业 那个川普在媒体采访上面说 台湾百分之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产业 那么这句话带有非正式的性质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样子 其实你先想看 他这样的谈话像不像一个怨妇在抱怨 男人把他抛弃了 男人把他的幸福偷走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讲正确的讲话应该是不是偷 而是给美国百分之百给台湾 晶片产业 这样讲的话有他的道理 我先解释一下 我们了解台积电美国提供什么 美国提供高阶人才 从张忠谋以及以下的很多高阶主管 都在美国拿学位 都在美国企业工作过 都是一些有经验的大将 重要的人才 这第一个 第二个台积电的很多设备是跟美国买 制造设备 还有那个晶片的一些相关技术 台湾的晶片产业 除了晶片的制造 晶圆代工之外 也还有IC设计 那么整个晶片产业来讲 很多的这个技术 包括IC设计的那个框架 设计的那个软体 全世界都要用的 就是美国的 然后呢 订单是美国的 美国企业给的订单 所以呢 你看 从设备 技术 高阶人才跟订单 当然还有那个股东结构 台积电的那个股东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外资 将近百分之七十八 还是有人说百分之八十 所以呢 股东里面也大部分都是外资 美国的立场 就是台湾今天的晶片产业 包括台积电在内 都算是美国请力相助的结果 美国投入大量的功夫精神资源等等 所以美国说台湾的晶片产业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可以这么算 就是说美国给的 就是应该更正确的讲 美国纯心把战略物资晶片 这个产业放在台湾 为什么 你想想看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什么时候开始起来 1980年代的后期 台积电大概在1987年前后成立 然后呢 1980年代的后期 台湾开始发展半导体 不断地从美国把人才挖回来 不断地投资建厂 请问 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崛起之前 半导体产业在哪边 答案是日本 当年日本是半导体产业的最大的一股力量 美国为了开始对付日本 对日本下重手 最后把半导体产业移转到台湾来 因为美国对台湾放心 台湾够小 对美国不构成威胁 美国放心地把半导体产业 从日本转到台湾 然后呢 给订单 给技术 给设备 给高阶人才培养等等等等 所以活生生把台湾打造出一整套半导体产业 所以美国如果要邀这个功 坦白讲有道理 我们并不否认美国的那个参与跟贡献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他为什么用偷这个字 很明显 这个不是偷 他等于在用一种比较戏剧化的夸张的语言讲 为什么 如果台湾真的犯规 美国会犯过 你先来看之前 韩国三星的那个当污点证人告密 转污点证人 害得台湾的面板业的几个主管 去美国坐牢 你如果换归 让美国找出一些 不管是证据还是线索 让美国找到理由的话 抓你去坐牢 坐美国人的牢 你换归美国会换过你 你从美国偷了晶片产业 美国会换过你 哪有可能 你先来看 所以他用这个字其实是 他应该讲的是给美国把半导体产业 坐到台湾去 放到台湾去 这样讲还说得通 基本上说得通 虽然台湾是很努力没有错 那的确很多地方需要美国的提供 那这个没有错 美国也的确是半导体产业的主导性力量 这个没有错 那台湾参与其中 成为一个重要环节 成为这个制造跟封装测试 这个收尾下游这个重要环节 这个也没有错 所以台湾有台湾的贡献 美国有美国的贡献 那美国从全球一盘起来看 把半导体产业放到台湾去 他夸张一点讲 是我给你的 他硬要这样讲 你勉强强也说得通 但是说偷不太对 这个不是正确 因为如果台湾真的犯规 比如说在商业上 在商业行为上真的有犯规的话 美国会换过你 不可能 用我们的话来比喻 一个巴掌就甩过去了 你敢偷我的那个面包 你气化嘛 哪有可能说在那边用哀怨的口气 在那边说哦哦你偷了我的东西 开玩笑 美国那么大位 你偷他东西你去气 你去气化嘛 对吧 所以他用那种哀怨的口气 在讲台湾百分之百 从美国偷了晶片产业 当然他就在讲给美国人听 为美国壮胆 那现在我们接下去讲 如果你意识到偷美国很在意的话 请问你 谁在偷美国的技术 中共 中共国的企业 从美国那边窃取智慧财产权权 从商业的技术包括飞机的引擎到军事用的军用的技术 比如说潜水艇的那个静音的技术就是美国 中共国从美国偷的 有一个性脉的华人香港人 在这个拿了很多这些技术静音的资料 然后呢给了中共国 是这样来 后来被美国破获 还有战斗机上面的这个引擎 战机那个技术就是那个涂料 中共也是从美国偷的 很多啦 商用的军用的很多东西 美国发现中共国的人 想方设法 透过华人间谍等等 从美国来偷技术 最严重的就是中共国嘛 所以美国为什么要跟他签 跟他做贸易谈判 要签贸易协议 要制约他的这个行为 叫做贸易战里面的几个领域 第一个叫做窃取智慧财产权 第二个领域叫做以市场换技术 强迫性技术转让 如果你要进来中国市场 你要把技术带进来 交给你的中国合作伙伴 否则我市场不对你开放 叫做以市场换技术 再来国家补贴 再来的话 行政干预设置很多市场进入障碍 这些都是不公平贸易行为 就是美中贸易战要谈的主要话题 其中第一个就是窃取智慧财产权 中共国在偷美国的技术 他还是真的偷 台湾这边怎么算偷 美国新智路名 这个讲话是意在言外 算是有一种不那么正经 他一直在告诉台湾 我美国给你很多好东西 意思什么意思 要台湾有所回报 比如说一个被抛弃的小三 哀怨婉转 他希望什么 希望男人把他找回去 希望他做出回报 好 那我们想 现在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 美国不是要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吗 在亚利桑那州 然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 现在第一个厂还没有完工 不像在日本雄本 第一个厂已经完工 现在在做第二个厂 那么据说 美国希望台积电设六个厂 台积电只答应三个厂 有这么一个传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可能美国透过这样的一种 嘴巴上的一个 嘴皮子上的一个施加压力 希望台积电能够盖到六个厂 也许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等着台湾给他实现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他在责怪 好像在抱怨 台湾从美国百分之百 偷走晶片产业 那其实这个不算 不能说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 你如果要责怪台湾偷 晶片产业 那请问你 你是不是美国也要去责怪荷兰 从美国偷走的那个光科机 那个重要的那个半导体设备 光科机呢 你是不是要责怪日本 从美国这里偷走的特殊化学材料 这个产业呢 你是不是要责怪韩国 从美国这里偷走的记忆体的产业呢 大家要知道整个半导体产业 分成一连串的一些重要环节 还没用过万能醋吗 第一名店万能醋 使用日本大营酿等级白米 广告荷报纯净软水 酿造出温润甘甜的口感 还为小菜腌制方便 凉拌沾酱 煎煮炒炸 任何料理一事就对味 全台好市多现实约会 第一名店万能醋 包括比如说 当然这里面有设计的软体 设备的制造 还有最后拿来做 晶片本身 最后封装测试 那整个环节是一串 对不对 然后国际分工 荷兰做了这一片 这一段 然后日本做这一段 韩国做这一段 然后台湾做这一段 这样国际分工 然后是美国企业抓住关键技术 抓住重要订单 然后也生产重要的一些设备 来把它最后整个串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分工下的 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布局 然后美国是总合者 主导者 这样的话对美国坦白讲是最有利的一个布局 是这样子来 所以他去说台湾偷走晶片产业 坦白讲这个不是事实 也不可能 与其说你说我是偷的 就应该说这东西本来是你的也说得通 但是是你经过合理的计算 在国际分工之下 把那个晶圆代工跟封装测试 最后决定放在台湾这里 包括当年张中某提出一个 有创意的商业模式 就是说你们这些半导体公司 去做好你们的半导体设计 IC设计 然后制造的部分 交给我台积电 我的设备拿来为你们制造 代工 就是做代工制造 制造完了之后封装测试 然后整个半导体产业生产过程中 有很多的供应商 有处理水的 有处理无尘室的 有气体的 反正一大堆有能源供应很多 然后这些在台湾都有一个产业的聚落 所以台湾有一个 台湾在半导体产业方面 有一个所谓供应链系统 供应链体系 是这样来 然后你美国有吗 你美国没有吗 甚至于日本德国都没有 韩国也不行 以目前来讲 光台积电的话 在晶圆代工方面 市场占有率超过六成 如果再加上联电 立基电 世界先进这些台湾的厂商来发 台湾整个企业 台湾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市场占有率 应该有七成了 或者更多 光台积电一家就占了六成 那请问你 美国自己的Intel 还是说那个韩国的三星 你们可以追赶啊 你们可以抢走台积电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啊 那为什么还没有 因为台积电也没有在那边等着你追上来 台积电一直在扩大资本支出 然后扩大研发 然后呢 这个在高阶晶片 先进的晶片里面 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台积电不敢拿窍啊 台积电知道市场竞争很残酷的啊 所以人家一直在努力保持这个领先的地位 那你美国人不能在那边只是在那边不满啊 在那边抱怨说你怎么那么好 你不能这样 对不对 市场运作的几率是透过创新来不断竞争 对不对 那台积电用更多创新来迎战别人的竞争 是这样啊 你Intel能做你尽量去做啊 人家也没 哪里没办法 你美国企业下订单给美国企业的Intel OK啊 没问题啊 那Intel能做得到吗 它的竞争力如何 是这样子嘛 如果你做不到 竞争力不行 那美国企业不敢下单给Intel 那你美国政府去补贴 大量补贴Intel 也起不了作用 没有办法取代台积电 那所以呢 美国有可能是用这种 川普啦 用这种谈话的方式 等于是柔性的在挤压台湾挤压台积电 意思就是说 你们可不可以来美国多设一点厂啊 你们可不可以把美国的厂早点完工啊 怎么日本的雄本厂 比美国晚开工怎么先完成呢 我觉得川普在抱怨 以堂堂一个世界霸权的大国 在对台湾这么一个小国来抱怨 台湾多小你知道吗 台湾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的面积 然后台湾的面积版图的大小 相当于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 这么一个州而已 然后你堂堂的美国这么大国 对台湾讲话这么哀怨 有时候想起来关起门来我都想笑 台湾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犯规你抓到 你就一个巴掌是甩过去了 你还会这么这么哀怨 所以其实真正的情况是 美国的确有求于台湾 然后希望台湾高台贵手 然后讲一些那个杀娇的话 抱怨的话 所以我们就笑一笑 基本上我们要了解 美国实际上需要台湾 美国实际上把台湾纳入 它的保护范围或者势力范围 美国实际上做给盟友看 包括韩国日本 美国实际上做给对手看 包括中共国 那川普的这个谈话 等于公然的效果上 公然的把台湾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纳入美国的保护范围 然后拿台积电或者拿晶片产业 来说事来带出说 台湾应该对美国有所回报 因为美国为台湾做了这么多 等于说希望台湾这边 对美国有所回报 如果他是这样的态度 没有问题啊 你说台湾有什么 那个吃不消的 不能接受的 没有吧 美国希望台湾做更多的贡献 能够付出更多 没问题 这个美国老大哥 这个台湾那个可以回报你 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应该了解 台湾也不是那么小气 对不对 台湾富得起 而且台湾做得到 台湾呢 对美国也是有 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贡献 价值观上的贡献 还有呢 战略产业供应链的贡献 川普说台湾为我们做什么 你当然心知肚明 台湾为你做很多 你现在希望制造业从中国撤离 中国的出口业里面 10家有8家是台商 台资企业 20家有16家是台资企业 对不对 你美国对抗中共国的时候 要脱钩 请问谁是操盘手 台商啊 台湾企业啊 你美国有求于台湾的其实更多 那到现在的话 有一点不好意思的 拉下脸了 要台湾回报 没问题 只要美国老大哥 有需要台湾的地方 台湾乐于提供服务 提供回报 因为美国也的确给台湾 很多好东西 OK好 今天这个话题讲到这里 谢谢 还没用过万能醋吗 第一名店万能醋 使用日本大营酿等级白米 光导喝爆纯净软水 酿造出温润甘甜的口感 还为小菜腌制方便 凉拌沾酱 煎煮炒炸 任何料理一事就对味 全台好市多现实约会 第一名店万能醋 第二名店万能醋 携到四处 四处 廿伯规短 残盐 资子 崇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